龙珠超中的Buds都有催一切的能力,为何还要创造破坏神这个角色? 破坏神作为龙珠超中出现的新角色,一登场就掳获了不少的粉丝,强大的战斗力加上神级设定,显然它的存在不是一般的 比鲁斯必然会成为悟空的同伴,不过,这种设定也将会把故事剧情带入更高的高度 比鲁斯这种设定,其实很特别 它在剧情中是破坏神,什么意思呢?所谓破坏神,就是主管破坏的神明 它的存在对于整个宇宙是有益的,不然也不会有这种角色的存在呀 可是纵观整个动漫作品,不得不说有一些令人无奈的质疑 破坏神的存在是破坏星球,而在动漫中很多超强力量的Boss,也同样随便催星球,比如宇宙帝王弗丽萨,还有强大的布鸥等等 明明明有这样的反派角色,他们喜欢吹星球,可是为什么还要创造破坏神比鲁斯这样的角色呢? 其实呀,破坏神和反派角色虽然都是在破坏,但其意义是不同的 动漫中的反派角色,比如弗丽萨和布鸥等等,他们会不时地破坏星球,但是有一点要注意,弗丽萨等人通常都是选择存在生命或者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的星球 每当他们被正理之事搞得头疼,因为愤怒而选择催星球 弗丽萨催北吉他行星 在很早的时候,弗丽萨为什么要催北吉他行星? 那是因为在被吉他行星上生活住号称战斗民族的赛亚人 弗丽萨担心这些赛亚人对自己的地位产生影响,所以才要催他们 轻轻松松妙杀对方,甚至把被吉他行星的爆炸当成了美丽的烟花 从整个宇宙平衡来看,这种操作是不符合要求的 唯一能够稳定平衡的人物应该是破坏神,这是他的工作,也是分内之事 破坏神跟其他的反派Buds不同,他不会随意去催某个星球,而是通过特定的考量来选择要催什么 比如比鲁鲁斯喜爱妹时,当时在某个星球上,因为动怒而选择催一半星球,这种操作令人觉得他很强大 同时也说明他不会轻易催拥有生命的星球哦 比鲁鲁斯的出现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,比鲁斯是破坏神,这是整个宇宙生存的法则 他的出现就是要稳定宇宙的运行 其二,为了增加剧情的丰富度 作为龙珠动漫,之前都有宇宙人的出现,那么谁来管控这种授定,当然是天神了 然而,宇宙中的神灵就是比鲁斯,当然还有拳王哦 龙珠中的Bots都有催一切的能力,为何还要创造破坏神这个角色?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 再见 再见